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也保留附带决议五案 那委员黄秀芳等17人提案等三案 细经第十届第七会期第十次院会决定 禁付二读跟我们相关的提案并案协商 那委员陈静明等16人提案等四案 需经同次院会决定自委员会抽出禁付二读 与相关的提案并案协商 那我们介绍在场的委员有陈培语委员 那我们介绍我们官员有文化部史部长 还有文化部王次长 还有文化部的影视司的 曾司长 不好意思他牵得比较丑 主要吵不是丑 曾司长 还有文化部的法规会直密 林直密 那再来我想 基于意识效率 避免浪费我们委员跟那个 我们政务官们的 好大家的宝贵时间 我们今天集中讨论委员关切的保留条文 而且因为我们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 那进入协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先请文化部 就大家关心的提案跟讯动议 提出说明之后 如果委员有垂循再行讨论 那本日准备的相关资料包含 保留条文的对照表 应该就在大家桌上 还有审查报告 及进负二读提案的关系文书 请各位委员可以看那个 保留条文的对照表 那我们再补介绍 王婉玉委员也到场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请部长要讲一下 对先就先第二条 然后再请 那我们是先就直接进入第二条 然后部长是不是现在可以 说明一下 不用不用 主条说明 也可以啊 看部长有没有要总说明 还是您要主条 好 谢谢主席 那我想其实公司法这次的讨论 也算是蛮彻底的 那我们保留这个送协商的条文 第二 第十 第十三 第十六 第十八条 那令有通过这附带决议 原则上是六案 那其实第二条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 这个天花板 那我想我也可能就 不多说明了 因为其实这个很清楚就是 是不是能够给他有一个 依照政府依法编列的预算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第十条其实就是有关于这个多元族群 客家台台语台语及国际传播业务 台湾plus的纳入公司的营运范围 并保障他专款专用 那这个 有关于这个儿少这个频道的时间呢 我们也有这个 用这个附带决议的方法来进行 那同时呢 董监事这个人数及选任门槛的合理化 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老问题 那我们也特别提出说 其实是跟这个元敏 跟客家基金会的这个门槛呢 修正为一致啦 那我想应该是 应该是大家都一致的 因为大家都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那我想其他呢 大概都是大家已经都讨论过了 我想我就不多说明 谢谢 好 谢谢史部长的整体说明 那我们再补介绍 还有现场还有何欣存委员 刚到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 刚刚部长已经说明了第二条跟整体 那针对第二条 有没有委员要发言 好 那个婉婉玉委员请 第二条部分应该是依照 实在一样党团的修正 我们是认为说 公事除了每年的这个计划之外 其实应该也要有一个长期的计划 原因就在于说 这其实是一个整体国家的方向 和我们的公共电视 要往哪边来发展 所以比如说像在这个欧盟职委会里面的 2022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的草案里面 也特别有提到是 公共媒体的预算 最好应该是要有一个多年度的基础 这样才有办法持续的往前 同时第二个部分是在于说 我们过去看到这样子的预算情况下 如果是每年来做处理 我们也希望 每年来做检讨之外 也应该要以捐赠为原则 并且把我们编列预算的时候 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也应该放进去 那既然我们觉得要修法 我们其实应该要把这个预算的来源 预算的规划 以及预算的精神和预算的内容 都应该一并写清楚 或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做法 谢谢 好 谢谢王婉宇委员 我们再补充介绍 那个无销委员 刚到场 好 谢谢 那除了王婉宇委员之外 我们现在在第二条 第二条大本的第二页 那王婉宇委员之外 他们其他委员要发言 那那个 启部长针对修正动议 有没有要回应的 谢谢 谢谢王婉宇 我个人是建议这样好不好 就是有关于这个 公共电视 它的这个 是不是应该要有这个 财务的氏族性 专业性等等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我们用附带决议的方法 来期待他每一年 他要提出相关的报告 或者是等等他的公开信 原则上我们这一条 基本上是希望说 为了避免争议 我们事实上是用 最小的文字的方法修整 就是把原本的天海板拿掉 那增加就是说 政府因一公事业务 基金运作的需求 及年度工作计划 其实跟刚刚委员的 提及的精神是一致的 每年检讨 调整 编列预算的方式来办理 我们基本上 简单讲我们也 不大希望结完生枝 我们是不是因为 以前20年没有拿掉天花板 所以他开始增加经费 确实是 这个我们需要经过 跟公共电视一个 磋商 那事实上 他的预算的发展 这么多年来 其实已经有一点 畸形化了 那事实上 我们在拜访各朝野党团委员的时候 大家也有提出一些 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要增加公共电视的经费可以 公共电视应该拿出更好的绩效 或检讨 改革 所以这个其实各方的看法 期待都很多 我们是不是先以比较精准 简单的方法来为之 谢谢 好 谢谢那个史部长的说明 那 好 那个何欣存委员 谢谢主席 我本人也有提出版本 那之前讨论 因为有其他委员会的事物 没有参与 那出席委员会 所以先致歉 但是呢 我今天特别要参与这个协商 当然第一个我尊重行政院 包括刚刚史则部长所讲的一个 大家可接受的一个版本 但是我还是要询问一下 有关现在目前看起来行政院的版本 虽然是有客与他未来可以一计划 来调整预算的这样子的一个条款 但是我还是第一个 必须想清楚的知道说 那未来这个计划的提出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位置 第二个 刚刚我看到其他委员 委员会联署 就是有一些这个附带决议 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计划 也有一些绩效报告 或是所谓的一个报告 依据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报告 来作为他未来调整预算的一个依据 那这个依据 他有没有考核性或是集合的 其他的一个制度 那第三个 我们有没有所谓的这个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当然公司现在所有的 这个有他的问题 那也必须要有所调整 那给予他更多的预算之余 也应该克责他更多的责任义务 那这样子的一个 我希望它是正向良性的循环 那我们如何能够呢 把这个所谓给予公司 这个预算增加的一个 我们也不能叫他天花板 如果按照他未来 未来绩效如果做得好 如果他的这个 公共性做得好 预算是当然可以增加的越多越好 节目的品质才会越多越好 那这个部分 所谓的天花板这个机制 我们有没有打算在条文里面放入 以上 好 谢谢何欣存委员 部长要不要回应 好谢谢何委员 我们这一次修法其实最主要的重点 就是把第二条当中原本有天花板 就是降到第三年的 把九亿的这个文字拿掉 因为这个就是过去公共电视 在捐赠上的一个紧箍咒嘛 所以先把这个拿掉 那这个拜访各位委员的过程当中 有些委员会觉得说 那把天花板拿掉 但是要不要地板 就是说应该给他一个最基本的经费保障 那我这个在审查的时候 我也跟委员报告过 就是现在财政纪律法的精神跟规定 基本上是不能在法条当中介入预算的编列 所以基本上没办法把地板纳入 但是大家可以想当然 就是说不大可能比以前少嘛 那如果要比以前少 那我们就干嘛要修法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往上增加 那第二个就是委员会希望说 这个所谓的绩效监督啊 跟公媒治理应该要分开来嘛 公媒治理应该是 我们尊重公事基金会的独立性 但是基于大部分的钱 几乎全部的钱都是政府纳税人出的 所以应该要有绩效的监督 或者是说像主席也有提到 就是有关于公共价值的这个评估啦等等 这个部分我都不反对 但是我只是建议说 是不是用附带决议的方法 我们来要求公共电视来提出 不要入法 因为入法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很容易引起 大家各方面的这个意见啦 因为到底是这个绩效监督呢 那还是这个介入 这很容易分不清楚 你知道吗 所以我才在法条的设计当中 我们以最小的幅度来为之啦 因为其实坦白讲 我们这么高门槛的 不管是修法与否 都是全世界最高门槛的董监事的选任 理论上他的董监事的超然监督的责任 是我们要科给他 但是我们又觉得说 作为主管机关文化部 我们事实上好像也应该针对他的绩效监督 专业性要予以这个监理嘛 所以这其实有时候 分工上我会建议说 是不是我们用附带决议的方法 现在这个阶段先 不然的话这个在法治条文当中 其实会形成他跟董监事会议当中 到底他的分工为何啊 好 谢谢部长的说明 那这条我原本也有修正 那个据说修法的建议 修法的意见就是要放入 刚刚那个部长讲的 公共价值评量的那个机制 那这部分后来我同意就是维持院版 然后增加一个附带决议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同意 院版附带决的话 是不是文化部这边也把相关的 王婉宇委员的意见都 王婉宇委员可以接受吗 刚刚院长部长刚的那个说明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还是在于这个长期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认为公共电视 不应该是只有看每一年每年的状态 而是应该有个长期 那我刚才也提到 其实这包括国外的立法力也都有了 那甚至是原本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的 我们也很完整的建立了一个长期 中长期的这个预算规划的部分 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还是希望 是不是能够请文化部稍微思考一下说 除了每年度的年度预算编列的天花板 又或者是楼币碗问题之外 我们如何能够做到一个长期 然后稳定的这样子的规划 那我在想是 如果我们不把细项放进来的话 那是不是像这样子 长期监督的字眼的部分 是应该要做一些修正 我觉得才是比较对的做法 谢谢 请部长说明 其实我们并没有排除 所谓长期的这个计划 在现在的条文里面 政府因公共电视业务运作需求 及年度工作计划 这个当然是讲每一年度的工作 这个预算的编列 政府的预算编列还是依照每一年度编列 可是并不排斥 事实上现在公共电视在行政院里面 也有长期的计划 不是没有 所以这个是不相次的 不会因为没有入法 而不需要长期的计划 还是要有 还是要有 谢谢 五四要委员请发言 好 谢谢 第二条我们在讨论当中 也都越来越聚焦了 那最后以行政院的版本为基底 然后我们很多委员 想要做一些调配的 我们都用这个立法说明的方式 或是附带决议来处理 那今天在这个协商的最后的这一刻 最后一里路 我想我们就是更精确的把 什么东西遗漏了 那非休不可的在这里做一个补墙 那刚刚那婉育委员的提法 当然我觉得也非常符合 大家长期对于公事的运作的一些期待 那其实也是各个部门 在针对这个预算编列里头 财务氏足性啊 稳定性发展性 专业性公平性 可负担性 对价关系 可问责性 这当然都是我们平常在审议预算 或者是编列预算 都应当去遵守的一些原则 所以是如果这样的方向 能够用附带决议的方式来处理 我觉得是强化了婉育委员 他的一些更能够获得一些 我们在修法期间的保障 所以我建议是说 在最后这增列的最后这两项的部分 如果婉育委员可以接受的话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一般 我们在审议预算 编列预算都会注意的原则 那我也非常同意您的主张 但用附带决议的方式 会好一点 那回过头来呢 也就是现在院版的最后一项 我刚刚听到婉育委员 其实他也愿意compromise 他觉得说比较在乎这个长城计划 有没有被放进来 那有放进来就代表被重视 所以如果这部长可以思考看看 就是如果在就是第一个前提 除了前项捐赠之外 政府可以用每年编度 编列跟检条预算来办理 对不对 那政府要依循什么 当然是公式基金会的业务运作 我们是尊重独立运作的公式基金会 他们提出来的计划 所以会有这一句话 政府依公式基金会业务运作的需求 年度工作计划 那我是觉得加一个极长城计划 我基本上是觉得是 也是可以接受啦 那如果这样放进来 我们后面这一项用附带决议 那也就是把短中长都放进来 这个部长可以参考一下啦 那如果能够获得共识 我们在这里会不会版 如果只是加长城计划 我想是OK的 是不是我听出来 委员委员是同意这样 那下面那两项我们就用 其他的是不是用不在决定的方法 因为其实对于公共电视的监督 监督理啊 OK OK 对其实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认为政府的强度要比较高 有些认为他要真的跟他的独立性 对这其实是这个问题 好 那听起来部长是可以接受在 年度工作计划后面加一个长期计划 那那个是不是逗号 句号要稍微修一下 业务运作需求逗号 年度工作计划及长期计划 是不是比较对 长期计划吗 是 文字 这意思上就是这样 长期计划还是长城计划 我不知道在专业上公事的同仁 你们在审议你们的业务上 你们提出来是中长城还是长 长城计划 好 那如果委员都同意的话 就长城计划 OK 长城计划 中长城好吗 还是长城 文化部觉得 中长城是不是 好 那如果委员们不反对的话 后面就中长城计划 这文化部可以接受 好 那 各位看一下那个荧幕上 洪志是刚刚那个 无事要委员参作汪婉玉委员的 那个修正的动议 然后文化部接受 觉得可以这样子 好 那其他用那个汪婉玉委员要发言 好 非常感谢 市长议员和文化部的接受 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列上去 其实更完整 不过 我想今天大家还是希望说 能够尽快的让我们的公事法 可以修法通过 所以我其实是可以尊重大家的决议 不过我还是特别想要提醒 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项目 其实真的要去思考 我们如何能够完成它的独立性 这件事情 如果保障公司的独立性 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如果假设用附带决议处理 恐怕就会变成是 强度比较不够等等 那但我觉得大家前提就是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共识 我还是希望文化部这边可以思考是 我们未来如何怎么做 如果用附带决议也好 又或者是在哪个部分来做说明也好 我们希望真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公事 保有其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真的是需要好好来生死这个部分 谢谢 好 谢谢 那文化部如果没有再回应的话 听起来 网易委员这边大家都同意 目前就是荧幕上的几个文字的修正 那其他的东西包含 我们原本的公共价值评良机制 还有网易委员的这些 都希望在附带决议中 文化部是不是可以 新增一个附带决议吗 因为我们原本有几个附带决议 原本有四个附带决议 也许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要修正哪一个或者整合 或者再提一个新的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跟我的整合 好 那待会再提出来我们最后再来处理 谢谢 好 那我们那个 第二条附带决议 第二条的附带决议 会跟原本我跟吴思耀 陈秀宝 我们的公共价值评良的那个整合 那其他的附带决议 文化部有修正了 我们是不是依照修正通过 在大家的桌上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林毅金委员的也有修正过 然后张亮万坚委员的也有修正过 那其他三个都修正通过 那第一个就是 那个文化部会再加入王宛预议委员的意见 然后再整合原本的那个第二个附带决议 那我们这边就通过 那待会再回来那个确认修正的附带决议 那现在我们进入 第二条就依照荧幕上的修正文字通过 加上三个附带决议 总有四个附带决议 那现在进入第十条 第十条的要指就是跟 国际传播业务 客台语 代表多元族群等等 那第十条 因为刚刚部长已经有说明过 那有没有哪位委员要发言 第十条 大家看第九页 大本的第九页 那如果没有委员 王王岳委员要发言 第十条 我想这个部分要处理的部分 是我们增加的第九款 就是中华电视公司之公共化及营运管理 因为老实讲 我想华市的争议 或是华市的现状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它就是处在一个不公不明的状态 有83%是由公股来做持有 但是呢 却没有适当的公共补助 来支持它的执行和计划和规划的部分 所以我是希望说 这部分应该要能够厘清 或者是说它应该就变成是一个公共化 否则它既然没有办法 有它自己的商业的选择 但是它又没有办法获得同等补助 而导致现在这样子的奇怪的 或者是一个不太合理的状态 我认为这对台湾公共媒体的发展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想请教一下是 我们现在如何来看待华市的状态 以及华市到底算是一个公式 公共电视 还是是一个民营电视的情况 因为既有公股的股份这么高情况 但是它又不能 自己的来做它的规划 但是又没有公共基金的资助 其实有点奇怪 好 谢谢 我想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我也特别拜托大家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先处理这个比较急迫性 它单纯化的公共电视法的修法 有关于华市的部分 我们会建议是放在第二阶段 再来处理 那华市它并没有切身不明 它其实是一个 跟公共电视是一个财团法人基金会 也就是公司法现在所 订出来的基金会的组织形态 而华市就是一个民营电视台 公司化的组织形态 它的形态很清楚是不同 那政府只是透过公共股释出条例 让政府由公共电视台代表政府 来持有83%的这个股权 所以它并不是说它的组织不清楚 它的组织是清晰的 就是一个公司化的民营公司的形式 它只是因为它是公广集团的一员 所以它不能接有一些广告业务 它不能接 简单讲就是政治广告 就是政治广告 其他的商业化的广告 它依然可以承接 所以不必然它是所谓 因为加入公广集团 因此它就不能商业化 它现在就是商业化的 它是有限度 其实限度也没有大到 所以完全不能商业化 所以华市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综合的问题 在国外也有相关的案例 就是说一个纯公共化的频道 配一个半商业化的频道 那华市的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说 它现在其实是拥有庞大的资产 但是营运不如大家所满意 所以我个人觉得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来整合大家各方面的意见 来对华市的改革 所以我也承诺说 是不是在第二阶段的修法 这个阶段 我们是不是都不碰华市的问题 谢谢 因为这条空话剧 可能还要碰很多其他的 好 谢谢部长说明 无色要委员请 好 谢谢主席 我是希望维持愿版 我们上次在委员会审查 花了非常多时间 厘清了每一个条款的内容 那我今天在协商这里 我还是希望维持愿版 有三个理由 那也回应一下 刚刚王委员委员提的 这个修正动议 第一个公式基金会 我们对不起 应该是说 第一个我们先讲 就是刚刚部长说的 我们分阶段修法 在我们这一次的处理当中 其实共识很清楚 所以我自己也对于华市 有一些其他想法 但我是暂时把它先收起来 因为要 如果要讨论的话 可能要跪下了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来看看第十条 他的这个主题 主旨在讲什么 在讲公式基金会的业务 王语委员 那第十条的主旨 在讲公式基金会 公式基金会处理 有多少事情呢 他管理的频道 他有我们公 那个公事 有我们的客家台 有我们的华市 还有台湾Plus 所以说他在这里的 目前行政院版的八款 都是在处理 针对 同时针对这些频道 所要赋予的责任跟任务 并没有特别针对 哪一个频道的营运 或管理拿出来做规范 如果要的话 那可能 他对于客家台要干嘛 他对于台湾Plus要干嘛 可能是不是都要拉一个条文 来特别强调 那正因为我们看待 公式基金会 他同时处理的 这么多频道跟台湾Plus 我们用一个综合性的 八个款项来处置他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宜 否则加一个单独针对中华电视公司的公共化 及营运管理 这是就会有 这个有偏废的感觉 那我第三点要说的就是说 陈如刚部长所说的啦 华市 你看我们就认知上有不同嘛 对不对 他公共化够了没有 他到底是商业化了 他的民股要不要试回 那包括本期在咨询多次在讲的华市资产的活化 营运 园区都需要再做更全面的思考 所以华市确实留在第二阶段会比较好一点 那刚刚王毅委员 不好意思您刚在忙 我再跟您重复一下 就是说我认为就是我们每一个频道的是 对于公式客家台台湾plus 对于华市 是用一个通整的八个款项来处理 那拉出单独一个华市 我觉得在条文上 在立法体力上也许是 可能会挂一六万 所以我希望能够维持我们委员会审查版本 那真的是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 自争自着 订出这样子的一个条文 谢谢 谢谢吴思耀委员 那这条是不是就可以依照院版 然后也是有附带决议 附带决议那个 王毅委员关心的那个独立多元的部分 刚好我有个附带决议 然后文化部有修正文字了 王毅委员有看到这个附带决议吗 编号第十个 修正文字我看过是OK的 好 那如果没有反对件的话 那我们第十条就依照院版通过 加上一个附带决议 好 那现在我们进入第十三条 十三条请大家看第十三页 就是关于那个董监事的那个 那个人数 通过的那个人数 通过门槛 第十三条 有没有委员要发言 如果没有委员要 那个王毅委员 我想十三条主要还是在于这个董监事的选任 是不是应该要更公开更专业 让这些程序能够更加透明 那当然我觉得在人数这个调整上面 我们其实支持院版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公开招募又或者是评选程序 是不是应该要更清楚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修正东西 是针对第二款的部分和第四款 以及后面的作用办法能够 希望能够提醒这样子的说明 就是说当我们在订定相关办法和平权办法的时候 应该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而避免掉过去 可能有时候在任用人事上的争议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 文化部这边可以恳请考虑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样的原则定在 法条里面或者是对过什么方式来处理 因为某种程度我们还是希望 它有点类似是像我们参照的是在 联邦的奥地利的广播法里面有提到 里面的这些人员应该要有他独立性 而且应该减少争议 这样子其实也能够增加人民对公共电视的信任度 和他的独立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 和希望能够推动的方向 好 那个请部长回应一下 谢谢王位元 不好意思 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序 我们都不改它 我们只是把这个原本 四分之三的高门槛 稍微往下降成三分之二 那即使是往下降成三分之二 它应该还是全世界最严苛的程序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 这个严苛的程序事实上它也是透过审查的直播 在进行 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已经都历经了过非常多次 的这个所谓审查不过剔除 所以 其实王位元你所讲的所谓的这个 推荐名单啊 公开招募啊 评选 其实它都已经是在 这个 现在进行的评选 这个审查过程当中都已经 某种程度上都体现 如果我们再去把它 再更严苛 严格化 我怕这件事情会变得 没有人愿意来当这个董事了啦 因为这个董事是无几职嘛 他也明定是无几职 就只有出席费两千块 那他等于是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这个 公平公开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啦 那如果把这个 这个整个产生的过程 严苛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是觉得其实会变成是社会上没有人要来冒这个风险 因为他好像 他本来是要来帮忙 结果变成是他被 被判定为not qualified 所以我是这个理事有点要拜托大家 是不是我们 这一小步的改革啦 就从四分之三三为三分之二 他还是全世界最严格 他也是跟科委会 跟原明台的一模一样 那是不是给 对于社会的学界 专业者一个基本的一个尊重 我是建议这样好不好 谢谢 好 那个第十三条 那部长还是希望说那个 就是用以愿版通过 那还有没有委员要发言呢 好 无事要委员 那这个条文 我们大概花了非常非常久时间 发了非常非常多年的讨论 那也在这个时候 希望就陈如刚刚部长所说的啦 那我觉得那个操作上会造成一些 社会各界得高望重 真的是关心公共媒体 我们想邀请他来 但是入法 明定这样子的一个评选程序 是不是在操作面 会有想要达到的那个正向的效益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 就是还是维持愿版 然后可能会更 合理可行 好 那个王伟源 不过我还是要提一下 就是当我们把这些说明 和这些原则定进去 并不是要让它变得更严苛 而是希望变得更透明 我觉得让它变得更难选出来 不见识我们希望的方向 但是我们这样并没有 把它的条件加延 就人数上面 或者比例上面 我们并没有调整 而是希望整个程序 是能够更公开的 那过去的确在这个 聘任的时候 选任的时候 遇到一些争议 那这样的争议 就导致我们人选很难产 到底它是不是 具有它的独立性 或者它代表性的情况之下 我们反而觉得 我们让这个程序 或是这个原则 更加清楚透明 或是更加的能够 有一个依准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有助于 我们人选的出现 所以我倒不觉得说 这样子的条件限制 是因为要让它 变得更难找到人 而是我们希望能够 让程序更透明 大家能够更加有信任 而且能够更加来 做一个横评 所以我就还是 能够思考一下说 像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 避免到过去 在选任董监事上 遇到的争议 何欣纯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我想我自己也有提版本 那我看到行政院的版本 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大家其实有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说 这一次的修法里面 重中之重 就是这个条款 那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不是要破坏 它的公开透明性 也不是要破坏 它的公正 这个独立性 我们是要让它 能够务实可行 不要有现在 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所以才会启动修法 所以呢 第一个降低 这样子的一个 人数上比例的门槛 我想是大家的共识 那刚刚王委员提到的 这个所有的公开透明 我想这样子 也是大家希望坚持的 是不是可以 容我来建议 我们维持行政院的条款 但是呢 我们要求行政院 文化部在这个董监事的一个公开透明性的部分 是不是 附带决也好 或者是未来在他的执法规执行面上 能够的来说明他如何维持他的公开透明性 或者是在他的相关的推举程序上 我们如何公开透明性 可以让我们的国人可以信任 好不好 谢谢何欣存委员 那吴斯耀委员请发言 我想表达一下我的意见 我没有认为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 所有评选的程序 跟推荐成员 有不公开透明啊 我觉得这个公式文化部 可以说明一下 我们 譬如说要组成 不管是审查的名单 因为这条其实是在处理审查的名单啦 审查委员的组成啦 那我的理解 每一次这个都会去 很清楚的告诉各界 这一次要有多少产观学研 尤其是我们公共媒体界的这些人员 重要级人士来成为我们的这些成员 我的印象 正因为他非常的公开透明 社会都知道都看得到 甚至有很多 也许基于不同的理念的人 会有一些不同的 对于名单有一些质疑批判 我觉得都很良性啊 那正因为他现在是公开透明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想要厘清一下 确实没有什么不公开透明啊 或者是有什么还应当 就是不急而应当更强化 我觉得这个要说明一下 在我看来是公开透明的 那当然委员们希望更公开透明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我们总是希望做到100分 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要讲得很清楚 好 要不然可能会被误解成说 是不是说没有足够的公开透明 谢谢委员 我想王委员的好意 动机我们都这个了解啦 就是说这个用看似附带决议 还是用什么方法来要求都OK 因为现在 他现在是全程直播啦 全程直播 所以其实他的审查是非常公开透明 是公开的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因为他原本等于是四分之三 等于是四分之一的人就可以否决 所以我们在两次不同政党执政的时候 都各拖延900多天 等于就是那一任的董监事 多做了几乎一任的任期 900多天 而他在他所谓的第二任 但是不合法的第二任 事实上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守的状况 因为他自己也切身未免 他怎么可能强力的发挥他的职责 所以这十几年来 其实对公共电视的伤害很大啦 坦白讲他本来就没有多少钱 对 大家也对他表现不满意 但是事实上那当中 各有900多天的拖延 我个人觉得 我们就是让他顺利的产生 对然后严格的监督要求 这样子 那这个婉议委员的 是不是这样我们用附带决议的方法来要求 好不好 谢谢 那用附带决议的话 王委员好看可不可以接受 我想请教一下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知道有这样的延宕的问题 主要就是在于说这些人怎么出现的 和这些程序到底是什么 因为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虑 所以才会变成是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这个 在这个推荐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遭到一些有点疑虑的情况 就是说公民的疑虑或者是专业的疑虑 所以我们才会在想说 是不是应该是透过 也可以透过一个公开招募 或者是评选程序的部分的订定 来做一个推荐名单 让大家能够更了解他 让大家能够了解 被提名的人 其实是能够得到社会信任基础的 所以我们其实比较觉得说 我们这样子的家 其实是让大家能够比较方便去解决 现在可能遇到的问题 而不是要增加难度 所以我想请教说 假设是上增加了这个 主管机关透过公开招募 或者是评选程序 你去推荐的名单 再来报警行政院 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或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在 光是在提名和公开招募 就能够有信心 然后有想法 而且能够对这个被提名的人 是有所了解的 是跟委员报告 其实现在目前 已经是用公开征询 社会团体及大战传播运效 的方法来进行 比如说以第七届来讲 我们就请了52个院所来推荐 其中21个单位是有推荐人选 但是我恐怕没办法做到 所有委员所期待的 大张罗谷的公开 因为这样的公开招募 就变成好像是一个 凯选 而这个凯选的结果 最后是要送到 由立法院各党团 所组成的审查委员会 到最后变成是 两者的对抗 所以我说 其实一致都有 是有一个 几乎半公开的程序 但是没有办法 变成法制化的评选 如果是法制化的评选 那是不是就是 让这个评选就决定了委员 既然这个评选 又不能决定委员 最后还是要送来 立法院的审查委员会审查 恐怕不能两个 都是法制化 好不好 谢谢部长的说明 那王委员可以接受说 用附带决议 把原则的一些精神 放在附带决议中吗 思考一下 好 那思考一下 所以我们这条先 好 那就是 我们就先进入 第十 刚刚是第十三条嘛 第十三条 我们是依照院版通过了 用院版通过 因为多数委员是这样 那附带决议的部分 那新增附带决议的部分 待会儿就是文化部再从你一下 然后委员们再看过 包含王 王特别王丸玉委员看 是不是OK 好 那我们再来的话 就第十六条 十六条是关于那个 董事的任期改聘 及延聘的程序 请大家看第二十页 那这第十六条 有没有委员要发言 好 五四条委员请 我自己有提版本 那我们在委员会的时候 大概都确认过两个 这一条有两项 那基本上 我印象中都是委员 对 都是院版这样 同院版 文字是同院版 那那个 王婉玉委员 时代力量这边 刚刚我看到的修认东西 就任期是几年 这件事情 那确实我觉得可以请文化部说明一下 我们的院版是三年 那包括我自己 对不对三年嘛 那因为委员有提四年 那也有其他的 委员也有提过四年的 那我过去自己在思考的时候 那我过去自己在思考的时候 我对于三年四年的 定夺 那运作的稳定性 或者是 实物上是如何 我也觉得 借这个机会 请文化部说明一下 那我个人没有 没有偏好哪哪三年或四年 我想只是觉得我们最后的机会 把这个任期年限说明的更清楚 一定会更好 好 那是不是请部长说明一下 一方面他原本的任期就是三年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动他 那也因为 这个 公共电视法已经二十年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 理想像原明台客家台的这个 他们所组成的这个董监事会 也都是三年 那我们也参考国外一些案例 也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特别去动这一条 的考量 因为这一动就包括董事长的任期等等 全部都跟得动 对所以 某种程度上 我们就是希望这一次的修法 基本上是去解决问题 对 谢谢说明 好 王婉玉委员 请教一下说 我们如何去 当然我知道第一年来都是 过去都是一直用三年 只是在想的是 我想 大家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让 人事减少变动 能同时维持业务的稳定 还有长期过满的部分 是能够往前推进的 所以想请教说 即便是 虽然旧版本一直都是三年的情况之下 假设现在我们是希望 朝着四年会不会有遇到一些疑虑 或是一些顾虑 还是说其实四年可能是一个 更合理的部分 部长请 有个委员报告 这个三年不只是在 观光电视法 客家台 这个圆明台 其实在我们的行政法 都是三年 对 似乎三年已经变成一个 大家觉得好像 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 其实三年也不短 对 三年也不短 所以是不是 是不是为了怕牵一发动全身 对 是不是可以拜托帮忙 谢谢 好 二十一页 二十一页有没有委员要发言 都没有委员要发言 文化部已经可以同意的 那委员有没有反对意见的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话 那附带决议要第二条的部分 就依照新的版本通过 好 那现在十三条的附带决议你们处理吗 现在写 那我们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再继续开会 处理第十三条的附带决议 写商结论 要先念 好 好 好 麻煩你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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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